说到精子,大家脑子里浮现的可能是一只随处乱窜的蝌蚪,这只蝌蚪可分为顶体、头部、中部和尾部四个部分。 最前端的顶体负责释放顶体酶,用来融化进入卵子的通道,头部装载着最重要的遗传物质,中部则存放共能的线粒体,细长的尾部提供前进动力。 在这些部分的共同作用下,精子才得以和卵细胞结合,发育成生命个体。 但事实上,精子不只有一种形态,甚至在同一个个体内,精子都能长得不一样,这就是精子的多态性。 很多无脊椎动物可以同时生产正常精子和辅助精子。 正常精子里面有一套染色体,拥有正常的功能,辅助精子内没有或缺失部分染色体,没有受精能力。 精子的唯一使命就是让自己的染色体在另一个个体中延续,辅助精子连染色体都没有,它图什么呢? 学者提出了很多假说,试图解释这种现象。 早在1916年,遗传学家理查德·戈德·施密特就在科学上发表文章,提出了不利假说。 猜测异常的精子只是精子生产线上的残次品。 但辅助精子如此普遍地在生物中存在,其中必有蹊跷。 于是出现了支持辅助精子有用论的种种假说。 一种假说认为,有些动物射精浅的精子没有受精能力,射精后在辅助精子的帮助下才能逐步成熟。 学者小山内时自1987年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。 他发现了一种蛾字,其雄性个体射精浅的正常精子和辅助精子都是不能动的。 随后,辅助精子抢先获得移动能力,并在前往磁性卵子的道路上一步步帮助正常精子启动,也就是负能。 另外一种假说认为,辅助精子在运输精子过程中起作用。 比如有些正常精子借助辅助精子搭顺风车。 就比如像体外受精的海胆,它的辅助精子有两条尾巴,互相勾连把正常精子包裹在里面,形成一张保护网,防止被海水稀释。 还有假说认为,辅助精子充当了移动电源,在正常精子精疲力竭的时候消耗自己,给它提供能量。 以及当有其他雄性的精子企图破坏正常精子时,辅助精子会去代替它,避免其受伤。 最后还有一种竞争假说,辅助精子可能会堵在雌性生殖道内,阻止其他竞争者的精子进入。 总而言之,辅助精子一生下来,它的命运就被决定了,它没有争夺王冠的权利,它只是精子的无私同盟。 就算没有辅助精子,正常精子们也未必就是一盘散沙,它们可以组成各种阵型,比如把头部落在一起,这叫做精子堆积。 也有的手尾相连,这叫做精子火车,或者尾巴缠在一起,这叫做精子树。 科学家们试图解释,精子们联合起来到底有什么进化优势。 第一种假说认为,精子运动速度和尾部摆动产生的波长成正比,因为波长拒绝于尾巴的长度, 所以聚集的精子体型更长,跑得就更快,在精子竞争中就更有优势。 第二种则认为,缓解起来活得更久。 对精子来说,磁性体内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。 受精过程中,精子会受到磁性免疫系统的攻击,每多待一秒就会多一倍的伤害。 精子们包裹在一起,那么只有最外层的精子会暴露在危险环境之中, 内部的精子可以最大程度地保存实力,到达接近卵子的地方再游离出来。 第三种假说则是,精子聚集起来更容易穿透卵子。 因为多个精子的顶体聚集在一起同时释放顶体酶,加快融化通道的速度。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,连精子也学会了团结、合作与牺牲, 从而达到了更快、更持久、穿透力更强的目标。 最终生命得以延续,生生不息。 这就是精子的赞歌。 这里是由大象公会出品的混乱博物馆。 如果你对本期内容感兴趣,欢迎素质三连。 想要看到更多内容,请在微信、微博、bilibili、直呼、YouTube搜索混乱博物馆关注我们。 感谢收看,下期节目再见。